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政治私利 制造各种借口 利用各种机会来从事谋独的活动 那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过境呢 本质上是依美谋独的挑衅行径 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 四季呢在国际上兜售台独主张 为谋求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 蔡英文过境呢 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机场或者宾馆 而是呢以各种名目 要同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接触 搞美台官方往来 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 他如果与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接触 那么将是又一起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 我们敦促美方严格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安排蔡英文过境美国 甚至与美官方接触 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